至于我们接到这样的讯息 我们大概三个钟头就决定了 指挥官陈时中亲自揭晓内幕 拦截BNT疫苗三个钟头内就活速决定 换句话说百万剂应有复必泰字样的BNT要来了吗 应该是还跟事实没有相距很远 不过到货的日期到现在还没有确定 到的时候当然以学生为第一优先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会照着 这个从年龄成就是我们一到十类 原来那样的一个分配 到货日期虽然还没确定 但接种对象已经初步拟定 而各界也好奇 全世界都在抢的BNT现货是怎么到手的 还原事情经过这批三百万剂的BNT疫苗 原先计划要输入中国 但中国目前还没通过许可上海复兴 因此宣告弃单释出现货 德国原厂进而通知其他买家 原本这批BNT是要给土耳其 但在交涉过程中 郭台铭以及磁济积极向德国原厂争取 台湾成功拦截到近两百万剂 加上台积电也说服高层点头同意 陈世忠强调这次能成功抢货 是中央和民间共同努力的结果 评深或者这个外包装里面 跟我们那时候的要求是不同 那我们是不是同意购买 那我们就同意 内容物最要紧 那它的安全有效 这是我们所关心的 把握机会从中拦截 中央放下疫苗评深标签执念 断开复辟态锁链 毕竟疫苗原厂直送来台 达了有效才是重点 欢迎新闻李问岳黄沛 还在台北报道